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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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蓝 看不穿凡云赴雨变幻 传不穿荒印的流传 就不变墙中的赛北江南 诗篇 戒不完前都万事纠缠 数不尽百传千回十换 当无尽一生的荣耀与悲欢 有多少能永远 多年后天后风流 融入海 荣与过随风散尽海赴来 任命已化为尘埃 让诗策铭记风采 千秋万代 歌颂者和风华绝代 疼指尖是否翻白 红颜改 守护着江山背后 明镜台 任岁月开桥换代 未容易无可替代 繁华似海 在天地间盛开 我上次送给你的那对驴 怎么没见你穿过啊 我怕穿上沈家姑娘亲手缝制的驴 四处走 会误了你的终身大事的 到时候不光洗娘会怨我 妹妹 你也会怪我吧 以后你要再想做驴的话 还是做给一中人吧 卫青 段大哥 沈家姑娘 段大哥 你也找皇上有事吧 我刚好也找皇上有事 我们一起去吧 好 沈家 我和段大哥还有正式要搬 你先去给小公主拿花球吧 参见陛下 参见陛下 免礼 卫青 你也当舅父了 有没有看过小公主 有 小公主聪明伶俐 一进来 就已见陛下和姐姐一家人 共享天论之乐 可不知 现在禀告公务 是不是何时宜啊 朕差点忘了 是有正事要找你们 卫青 朕先与你谈 好 段红 你还没有抱过小公主吧 来 卫青 来 好 好 这里啊将建完宫 以臣之鉴 可以在上林院 与建章宫之间 再多修建几个园谱 即齐花翼木 以筑天下浓雾 段大哥你放松一点 好 像这样轻轻摇就好 这手放在这儿 然后呢另一只手托住 对了 就是这样 这里用朱末画着的 有何意思 这边围墙地基松软 需要再以岩石架固 还有这里的地基 也需要重新休息 现在抱着你的 是段叔叔 你知道吗 不哭 乖 来 我来抱 好 这块控制的地方 你准备怎么处理 这是特意为军事预留的控场 可以训练卫族 整编汉军 好 卫青你果然是事想的周到 没让朕失望 谢陛下夸奖 你不会是郑青吧 我是段红哥哥 段红哥哥 段大哥 那你姐姐此次呢 参见陛下 你跟朕说 你与衣冠外女子 有结发之情 这是真的吗 陛下 请听身解释 乖 不哭啊 来 我来抱 小王录像 responsive 尤其是你 你自己想好 让你帅脾笔 不成功 你来花了 你活死了 要死了 我去是你 记忆归旨 何有怀旨 卫青 你怎么来了 怎么 我不能来吗 段大哥惊慌失措的样子 难道刚刚在抒发什么相思之情 怕被别人看见吗 我只是随意写写而已 随意写写 心有所感才可以随意写出如此诗句 卫青 你别胡乱猜度 这八个字的意思很明显 从前那心上人既然已经嫁人 为何我又要思念他 我想请问 那心上人是谁 现在想念的又是谁 你不要告诉我 你的那位心上人 就是你放心不下的关外女子 还是她是你的童年玩伴 宫中幽兰 就是我姐姐皇上的所爱为此复 不是 不要胡乱猜度 我 你帮谁 不懂 过 我 不懂 我 有 我 他 不是要逼你 更不是让你难堪 实在是因为姐姐的安慰 不痛不快 卫青 起来再说 你对我姐姐的情谊 你承认也好 不承认也罢 我今天看得清楚 我只想问你一句 若今天看到那些的不是我 而是皇上 后果会怎么样 我自知不该 我也不敢妄想 所以我对天发誓 只会把爱意涌埋心底 以心默默保护他而已 你口口声声说 要永远保护我姐姐 可是贵人七十 一世四岁 何况是皇上的镇边人 你还有命保护他吗 岚 internacional 你以为 rico 替我们谈了 代子人七十四岁 洋花虽美 刻意明花有主 端大哥 你这么做 要致君臣之意于何地 致我姐姐的安慰于何地 我何尝不知道其中的凶险 我已经尽力避险了 无奈我一直在皇上身边 是必无可避 如果是必无可避 但只有一个字 走 如果是必无可避 那就只有一个字 走 请追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宜先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卓兰安 Ihr yetnerices 能却 são高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还以为他们搭拗保 四日目 例如 projet登月 混者 GR龙地 I May 吴奬 Santa 说来奇怪 我时常经过这里 往返为阳宫 从来不觉得这里有什么特别 可今日细细一看 竟发现这里景色优美 尤其是清净的湖水 让我想起我们小时候 一起放猪筒灯的那条酒盒 这里的景色确实很美 当年我跟皇上乘船入宫的时候 经过这里 就让我看得目不暇接 皇上那时候还怕我 入宫会受委屈 可我却全无畏惧 宫廷之中的确纷争不断 以后魏卿都受了不少畏惧 但一切都会雨过天晴 是啊 之前种种波折 不足为外人道 但是都已经过去了 如今种种恩倦 不可斗了 我已经知足了 既然如此 那为何刚刚你的秦生 却透出忧伤之情 近日皇上因为编幻挂心 又提起张千初始未归 至今还杳无音信 这的确是皇上的心头刺 原本与皇上约来魏蓝亭 赏酒谈琴 皇上却心系边关有变 而我 一介女流 没有能力替皇上分拥 我 编官之事繁杂 的确需要有人分拥 皇上要顾虑的事情太多 其实你一直在相助皇上 之前结案开仓放粮一事 你相助皇上隐瞒出宫调查 不怕不怕冒犯皇太后与皇后 宁臣寒烟 也是因为你关顾下人 才可找到杀她的理由 还有 你为汉室开枝散叶 刚生下第一个隆意 不也是为皇上分忧吗 段大哥还是这么懂得安慰我 还记得小时候 只要我不开心 段大哥就会吹熏来给我听 哄我开心 说起来我好像很久没有听 段大哥的熏声了 都这么多年了 那时候都不会吹 曲都不成调 难得你还笑得那么开心 可是我听皇上说 段大哥现在吹得可好了 很久没有吹了 曲都成旧调 而且我那个吐熏 早已已失了 还是不要缅怀往昔了 也不要被忧虑所扰 放心 边关之事 必有人为皇上分忧 这首帮昔 是他的心 好 摊 conclus 还有谁要挑战 我 还有谁敢跟我比 我来跟你比 剑章空间未卿 得知皇上今日在此设类 选将练兵 特来讨教 好 借力打力 来 御祖千佑 若危若安 一群 狗狗 一群 一群 毒 来 长不长 魏卿 朕要问你 为将者当有何才得 将者致信任勇言 将领乃义军之长 具备这五项方可成就王者之师 当中为何以智为先 智者知彼知己 占用我军之强攻敌军之弱 运筹帷幄之中 为何违将众信 信乃伏兵之本 信者言出必行 上罚分明 则众事敬而伏令 那人又如何 沙场可是九死一生之地 岂能有仁慈之心 人乃负重之本 人者体恤下士 身先士卒 则重视归附 好 魏卿听风 臣在 你等其擅设 通晓军事 更具备将才 朕就封你为太中大夫 负责训练卫族 见骁勇之师 灭外敌 平内乱 谢陛下 臣定当尽心竭力 步入皇命 来 下去吧 诺 那杏花 又开得特别灿烂 是吉兆啊 杏术开得繁茂 定是恭贺 汉室添了小公主 平阳说得好 魏姬当初也是你举荐 汉室添女 你也算是有功 就赏你金子一差吧 谢祖母赏赐 一字二看 那杏术如此繁茂 是玉氏 汉氏 开枝散叶 太皇太后 浮山寿海 祝太皇太后 浮山寿海 好好好 姜儿 你统领众妃 恭敬人和 我已命人 特别准备了蜂祸树赏你 又给夫人 美人 良人 各赏今夜离一枚 希望你们 继续为后宫天福 谢太皇太后 谢太皇太后 魏姬 奴婢在 魏长公主 能转身了吗 要是能转了 就赏她欲姬欲闯 象牙殿绿雄席 回太皇太后 小公主还在学 哦 那就赐 五色文玉环吧 奴婢代卫长公主 谢太皇太后 还有 还有 赐皇太后 管桃公主 玉酒各一尊 谢母后 好 好了 现在人人都有赏赐 皆大欢喜啊 祖母 好像还有一个人 没有赏呢 瞧我 果真是漏了一个人哪 彻儿还未赏赐 哀家知道 彻儿最近忙于正事 但仍然不忘请安 孝道可嘉 哀家就赏你 准奏二字 谢宗明 归机上前 来 赐皇太后 之前朕 向太皇太后请旨 册封你为夫人 今太皇太后 赏赐准奏 爱明 小的在 命志冉蜀 预备女官残服 让太史令则即日 正式册封魏即为 魏夫人 诺 谢太皇太后 谢皇太后 谢皇太后 谢陛下 谢皇太后 皇后万安 祖母万安 秋萍 你先下去吧 诺 怎么 还在生气啊 以往皇祖母来 你不都是殷勤相待吗 孙儿贵妻不在了 比不上兰陵殿那些野花野草 又没有魅术 博不了皇上欢心 如今 连平日最疼爱我的祖母 也不在乎我了 你这孩子啊 连哀家的心意都不明白 真是枉费哀家的一番苦心 哀家这个当皇祖母的 一要护你的面子 二要保你的后卫 三要让皇帝宠爱你 你要体谅哀家的难处啊 祖母难难难 就因为疼我太难了 所以今天就护着别人 当年说好一年不丰 如今一年有余 魏姬现在连孩子都生下来了 却迟迟不丰 魏的是什么 魏的就是皇后的颜面 那祖母今天还 魏家虽然这样处事不公 难得魏姬仍孝顺如故 皇帝也不计前嫌 如果魏家还不册封 就难保皇帝 对你不再宠爱了 孙儿错怪祖母了 可是我今天真的难受啊 所有人都在看我 他们都像看好戏一样 是 娇儿啊 身为皇后 这种事是必经的 今天是未积 明天又会是其他妃嫔 这种场面一定有你的份 你受不了 又如何当皇后呢 我错了 都是娇儿的错 是我心胸不够祸的 有多年无子 辜负了祖母的厚爱 有所出如何 无所出又如何 哪怕魏姬生得是个儿子 又如何 不是皇后亲生 将来最多也只是封个王 替汉世做边疆翻平 娇儿 你还年轻 路还长得很啊 你记住 你永远是皇祖母的心头肉 娇儿 会永远服侍祖母 会永远孝顺祖母 会做个听话的孙儿的 还要做个会体贴的好妻子 彻儿这阵子 为边关苦心竭力 你就别再任性了 知道吗 娇儿明白 去西域 朕不准 张千出使好几年了 至今仰无音讯 你要替朕去找 去哪里找 每次西域稍有异动 陛下都忧心忡忡 要张千出使 就是望他带回西域的山形地貌 军情布局 物资民风 以求支笔之计 将来百战不担 这是艰巨 不能急于一时 今日外敌多有蠢动 危机更大 你不必冒这个险 陛下 正是因为外敌蠢蠢欲动 更需要了解西域 溃其全貌 以图谋策 陛下虽未明术 但臣明白 朕问你 你突然要往关外去 是要寻找那结发女子 若是未死 朕派人替你找 陛下 臣已不再眷恋旧情 决心割断情思 此番前去 只是因为佩服陛下 雄才伟虑 爱民如子 愿效犬马至老 你可知去西域 是九死一生 臣曾驻守边关 熟悉当地风土人情 此番出使寻找张千 打探外敌虚实 臣比任何人 都更能上任 陛下 臣截然以身 了无牵挂 如能委居分忧 报陛下如山厚文 乃臣之所愿 请陛下恩准 慰记auth找我来 所為何事 本来 我封夫人 弟弟封太中大夫 都是好事 本想社宴 cheek同欢共乐 可是 可是却听说段大哥 请旨出使西域 这家伙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我大智能展 未及该问我高兴才是啊 可段大哥 想必你也知道 西域边境灾火不断 外敌横行 盗匪不决 就算你想 你想建功立业 也不用飞选这种地方 段大哥是不是有什么苦衷 既然说过大家亲如一家 若段大哥有什么事 就说出来 我们好替你分忧啊 子夫 我确实心猪不快 因为报复难战 卫卿练骑射 学剑法 读兵书 擂台挑战 力取官位 为的是什么 不也就是因为血拼沙场 护国卫家 扬眉吐气吗 我虽非降载 皇上亦待我不保 这次有机会一展报复 也算凭自己的本事 尽忠于皇上 可是 子夫 男儿志在私放 如今卫卿跪为太中大夫 证明他既能保国 不 自然也能护家 我就放心了 你们不用再去 就让我做自己想做的事吗 那段大哥何时动身 后天有事 这么匆忙 后天是我的册封之日 那这么算下来 我无法 无法为段大哥践行了 不用了 那怎么行 段大哥像我的亲兄弟一样 怎么能就这么走呢 段大哥 可否延迟几日再走 待我册封之后 设宴为段大哥践行 我想皇上一定会同意的 好吗 子夫 你是想要编一个平安节吗 这腰间土熏上 就不会掉了 要不 再劝劝段大哥 叫他别走了 细域 可真是挺凶险的 已劝不来了 何况他是为皇上分忧 我该感激才是 你也别担心了 男儿志在四方 不止段大哥 魏卿也是要上阵杀敌的 建功立业 新国安邦固然是好 能够平安归来 才是最重要的 即使有万般不舍 我们可以做的 也只能是祝福了 这平安节 你来编吧 嗯 那真是 好 我还想得起来 你能够买过 你怎么办 举荡 有点案子 你有很多人 有什么事 我以为你 你怎么办 我留意我的案子 那个 老夫 等你打死你了 这里面有各种单方膏药 可知内外的伤损 保你路上平安 多谢义大叔 你这一走 千难万贤 边关告急 如今正是报答圣恩的机会 更是为了你那心上之人 我不太明白义大叔所指 明白也好 不明白也罢 我们兰林殿所有的人 都和你的亲人一样 有些话就不必多说了 心里明白就好 来 我给你做了些蒸饼 来 我们喝一杯 就当是给你化别吧 好 吃啊 这蒸饼啊 是子夫教我做的 你若是觉得合胃口呢 我就再多做一些 让你待在路上吃 一大叔 一大叔是早知道 我会随大队离开 不想让大家伤别离吧 那次你受伤 我多次来这里替你备补汤 见你疼惜幽兰 爱护未卿 那份深情厚意 在鉴别之时 如何承受得了我 我敬一大叔 我敬一大叔 你这么一走 真的在别屋牵挂 当然有牵挂 尤其是兰林殿里所有人 不过皇上为了边疆之事烦忧 身边人又哪能安乐 为皇上解忧 也是让其他人舒坏 看来你的走 也是为了爱 如今子夫封了夫人 魏卿做了太中大夫 兰林殿不会再受欺负了 况且还有一大叔在 不是吗 只望你能多多保重 既能完成皇命 又可以治好你的心病 来 叫 魏子夫上前听风 皇上有旨 皇上有旨 魏氏子夫 贤良淑德 诞下皇女 辞犯看家 特封为夫人 从此 承煦易得 扶责后宫 令 皇上赏位夫人 金银各五百 零罗绸缎断五十匹 臣妾 谢皇上圣恩 恭喜 恭喜 恭喜宫月夫人 谢谢各位姐姐 我早就说过嘛 妹妹封夫人是迟早的事 魏夫人以后 可要多多照应我们姐妹呀 我们是一家人 心连心 我只求大家 和和乐乐 你们发现十分之意 行 可不得 应该要多多多多 我实际上 那些人 要多多大 佛严 都化了 多多多多多 拜托了 放心吧 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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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 之前呀 想留他们都留不住 可现在天都黑了 他们才肯走 那瑶姬 刚才一直说些体面话 还说到门口去了 说不定到时候一个变脸 冷言恶语 又都出来了 子夫 母亲 你不是要去拿 皇上御赐的陈娘吗 我现在就去 子夫 拿着 我这就给她送过去 不认为 不用了 她已经走了 恐怕已经到了宫门 走 我路 走 走 你快走 我就去 走 你是 段虹哥哥 你还记得 忘不了 忘不了 子夫每当在荒野 就会想到段虹哥哥这颗北斗心 等等 七门蒲宴段虹 奉皇上圣誉 阻止任何人进入兰陵殿内侍 强闯者 斩 这次 去世多亏段大哥相救 若不是段大哥舍身相救 我早就成功魂了 慢点啊 竟然不信 我的爱由你才完美 苦得相爱的人难相遂 我情愿为你醉 情愿为你醉 花儿憔悴苦就冬深 我好像很久没听过 段大哥的轩声了 很久没成了 去都成旧调了 而且我那个统轩子 还早已遗失了 我的爱有你才完美 你像月色一样 你的沉默 如雪花落在湖面融化 我寂寞的烟火 忘掉年月 让天空快乐 你是夜里温柔的颜色 静静的投影在我的轮廓 也许我让你 心如刀割 等一刻结果 我 铺铁飞过沙漠 爱得太执着 人间的风光 都看过 在岭幕曾做过的 是最动人的景色 你 守卫在我心底 直到天底要将我们分离 你的笑脸 比思念还清晰 比流水还沾滴 包围我的天地 你 守卫在我梦里 我让你也留下一片痕迹 你的心 比呼吸还细腻 你沉血的清晰 出现我的回忆 幸福